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两千五百亿了 外资一直重兵在压台股 这个行情不快结束了 没有那么快结束 礼拜天的讲座 一定要来听 礼拜天下午台北场的讲座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二月底部的期涨股 哪些股票刚从底部要开始出发的 这是讲座的内容 我会跟大家报告 2023年热门的成长产业 大家都说 今年先蹲后跳 在产业的部分 虽然股市在涨 可是产业在第一季还要清库存 有些第二季会开始回温 有些下半年才会回温 可是有些产业 今年是没淡季的 今年持续火热持续旺 在哪些重点产业 我演讲会中会跟你讲 那接下来三月份 要开始陆续发布财报 已经涨高的股票 就算利多发布 也会变成利多出境 所以起关的不好去堆 反而去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完全没去的 那么在财报前财报后 它就有一波补涨的行情 哪些个股属于这样的情况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会跟大家一一的揭晓 所以这段话很重要 一月份过年前台北股市大涨 结果融资大仅180亿 很多人落荒而逃 不敢剖沟票 错过了这波的行情 没关系一月份没赚到的 二月份听完讲座之后 赶快跟着买 赶快把一月份没赚到的 赶快要回来 有人说礼拜天是元宵节 元宵节 元宵节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你自己去分辨嘛 对不对 你如果觉得过节比较重要 我也没意见 那你觉得赚钱比较重要 就来听他们讲啊 元宵节看花灯 没有人在白天看花灯的嘛 对不对 礼拜六晚上就可以去看啊 礼拜天 下午来听讲座 听完讲座晚上去看花灯嘛 放松一下 紧接着礼拜一开始跟着一起买进 开始跟着搭上 获利赚钱的列车 报名站线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你可以一边打电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昨天美国股市又大涨 但道琼是小跌39点 因为道琼被石油股给拖累 油价跌天然气跌 石油股昨天都跌2%3% 石油股全部都是道琼的成分股 所以没办法 昨天拉达克继续涨3.2% 你看科技股在美国市场上 标出去了 标出去了 半导体股 废成半导体指数 也冲出去了 都冲出去了 那台北股市 今天为什么冲不出去 今天为什么台北股市 一开盘会杀盘 你知道昨天美国股市 大涨的科技股 Meta涨23% Google涨7.2% 亚马逊涨7% 苹果涨3.7% 微软涨4.6% AMD4.3% Video3.5% Myware涨5.7% 结果今天收盘之后 发布出来的财报 苹果不如预期 收盘之后 电子交易 苹果跌了3.2% 那高通 财报也不如预期 盘后交易跌了3% 亚马逊 财报不如预期 跌了5%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几家重点股 财报发布之后 股价下跌 财报不如预期台股票 结果一杀之后 从开低一路走高 帆红涨22点 收盘涨7点 外资间又继续买进 110亿 所以放轻松 放轻松 昨天美国 汽车股继续大涨 通用汽车大涨5.6% 福特汽车大涨3.8% 特斯拉又涨3.7% 特斯拉股价再创这波新高 196块 我过年前就跟大家报告了 美国的汽车股要开始起来了 当时没有人看好汽车股 更不用讲特斯拉 特斯拉股价大涨7.7% 跌最重 你知道光是这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通用汽车 大涨了29% 大涨29% 福特汽车大涨34% 都在过年前 要开始起来的时候 我说就在拿钱了 特斯拉昨天来到196美元 光是一个月不到时间 101美元涨到196美元 我们来看特斯拉 是什么大涨了 是什么大涨了 一个月涨了90几% 一个月涨90几% 我在过年前 特斯拉开始发布 大陆美国降价销售 我就跟大家提醒了 特斯拉要开始起来 当时没有人在谈 现在每个人都在谈特斯拉 行情大涨90几% 你再去谈太慢 你要比别人领先 你就要在行情 还没开始发生前 你就要事先嗅到那个味道 去感受到那个气氛 从底部还没开始动 你就要开始进场卡位 当大家不要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减便宜货 那特斯拉一大涨之后 台湾特斯拉概念股 全部都起来了 对不对 我在过年前 特斯拉特斯拉概念股的茂莲 获利创历史新高 大半起2000点 完全没去 因为被特斯拉给压抑住 那一旦特斯拉起来 它就一定要补涨 对不对 尤其又是出现MACD背离 这种反转的讯号 看着这种情况 不要买太买就对了 行情都是一大坡在的 你看我过年前 茂莲246块买 过年后一样一直加码 过年后一样继续加码茂莲 255262一直买 昨天茂莲已经涨到 两百七十四块 已经涨到275块钱了 过年前买 过年后就飙涨了 这都开始了 这个跳空缺口 形成突破缺口 形成突破缺口之后 整个大底才刚完成而已 整个大底才刚完成而已 MACD的背离讯号 还没有站上零轴 所以这用多开四年 今天茂莲小跌两块半 两块半连一%都不到 我不知道你有买吗 过年前就开始跟大家推荐了 如果你还没有买的 下礼拜如果还有蹲下来 我估计不多啦 我估计不会多 有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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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台办 开半八十二块半 当天穿上要涨停板 紧接着连标三天 外资连买三天 OTC连续三天 买超第一名都是台办 OTC连续三天买超第一名都是台办 你看台办从康盘买进之后 三天一张贪买十万块 九万几块 一张贪买九千几块 十张贪买九万几块 十张贪买八十二万而已 大概八十几万而已 光是三天而已 一两年的会费全部都起来了 所以资讯费其实都只是 我常常说一个便当而已嘛 大概是不是一个便当钱而已 你如果真的操作不顺利 跟着连天这样做 我来找中底部的股票 一档一档带你来投资 我们一支一支慢慢来探钱 台办今天 收盘小跌四毛钱 四干没多 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什么消息 这两天刚发生的事情 大陆无锡 无锡在江苏省 我在无锡待了快两年的时间 那里我很熟 大陆无锡有一家 华友为电子公司 这两天发生注农 发生火灾 那生产线被烧掉 烧掉之后 英费林这些客户吓到了 担心产品出货会受影响 所以紧急向台湾这边调货 台办第一家被点名 公司说 尽量会满足客户的需求 那本来比亚迪 现在开始冲全世界的市场 比亚迪是目前全球 电动车销售第一名的公司 可是目前主要还是在中国大陆 等它开始进军全世界 那个更可观 所以比亚迪干练股要注意 台办要注意喔 年车几天 我一直在买的 买钞都是OTC第一名的公司 所以台办要特别注意 如果短线还有压回的话 我不知道你有买吗 我说多天啊 照理讲我讲那么多天 我第一天讲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进场了 第二天赶快再上吹也可以 那现在都已经涨成这样子了 其实也才刚开始而已 有没有 刚刚开始而已 底部还刚打出来而已 所以有苦耐 有蹲下来 也可以特别注意 今天台北股市 台积电 尾盘一拉 台积电涨了两块钱 把大盘又全部给撑住 连电今天也撑住了台北股市 像路三到金而已 日月光今天 创新高106 联发科 今天涨了4块钱 这些重点股把大盘给稳住了 如果没有这些重点股把大盘给稳住的话 那今天一开盘 这种人心黄黄的沙盘 今天半就是没这样 就不会是这种结果 这次大盘从底部上来 一个月涨了1500点 还是台积电的功劳嘛 对不对 台积电的功劳嘛 要起来之前 林合院在第一时间 也提醒你啦 第一时间 13000到 我就跟你讲了 MACD又来了 又背离出现了 你看讲完之后 从13900 现在已经飙到15600 一千六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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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你不要被指数涨跌给影响 市场资金一直在轮动 起账的 不要再堆了 找底部的 涨高人家会想要卖嘛 对不对 任何主力法人 他买股票 为什麽 就是要插股票而已 一旦涨高 他再发布利多 就是要抵护给你们 所以你看到利多 再去追那种涨高的股票 你就要抵护在里面 那反而底部要出发的 人家就会洗下来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永远都是正确的 你看台积电 今年以前要去我也跟你讲了 时间周期就算给你看了 讲完之后台积电就开始表啊 台积电过年后标到527 对标到527 哦542 我没错 台积电标到542 外资还是天天买 昨天外资买台积电 买台积电又买2万张 光是今年台积电 外资已经买超级20万张了 20万张要多少钱 要1000多亿啊 大概1100亿啊 外资买了2400亿 一半都压在台积电身上 结果台积电很多人 都去洗去 去年600多的时候 外资跟他喊到900 很多人好开心啊 跳下去买 一路跌外资一路杀 所以说你不要去看外资的报告 你看他在做什么 才是真的 他说的有的都黑白说的啦 外资竟然股票市场要探钱的嘛 他怎么可能跟你讲真心话呢 对不对 外资不会跟你告白嘛 他做任何分析都是有目的的嘛 所以不要去听他讲什么 你要看他在做什么 看他在做什么 外资竟然把重兵摆在台积电身上 那台积电后边还有人玩的 台积电的起来 哪里 我演讲会上跟你讲 时间也没走完 时间还没有走完 今天联电 联电 联电今天也是大涨 今天联电是平盘的 小跌而已 你知道外资光是买联电 今年就已经买了四十几万张了 以张数来论 联电是买最多的 那为什么一直加码联电 台积电本位比十三倍十四倍 联电到七倍而已 只有七倍而已 所以有空间嘛 加上单价低 还比较好久 最重要的 空担四万张 上市贵最多空担的 所以当时在低档 我时间周期算好之后 我就跟你预告了 联电会开始加空 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 会开始加空 很多人不相信啊 你们只相信一些 看空的说法 背比到七倍而已 扣那要做啥 你空弄二十倍三十倍的 或许还有道理 你空弄背比七倍的 那就皮在痒嘛 对不对 那现在一桌子被打起来了 这个欲罢不能啊 这没问题继续了 联电会涨到哪里 我演讲会中 我演讲会上再来告诉你 今天日月光 又创新高了 日月光跟对象就开始讲了 七十二块七十三块 开始没得 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 你有看到哪一个老师 固定的股票每天一直讲 让你看到整个过程 应该只有拎的烟而已 其他老师都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今天讲这几支最强的 明天讲这几支掌停板的 我都不说了 每天讲的都好精彩 都很多新的股票 只有你才认最笨 起来说路也说 每天都说同样的股票 我讲的都是我们在操作的股票 你讲一些强势股股股票都没 讲的有什么意义 讲的很精彩 会员都没有 那讲的不是划动取从 对不对 我们零的约是最实际的 会员也想要听 我们手中持股 到底会怎么样变化 所以说给你们听 这样我也在说 让我们会让我们听到的 那会让我们不再破掉 不再没让它税掉 对不对 差不多被洗掉嘛 日月光会还冲 可是到夹来你又堆也没意义了 要买你走就该买了嘛 对不对 七十几 八十几 九十几年就该买了嘛 现在已经到106了 又堆就没意义了 再追就不好了嘛 是不是 你看华景店 今天又创新高 华景店接136块钱 咱八十几块钱就开始一直讲了 八十几块就开始讲了 今天136块钱 多少钱 几%? 65% 65%了 联电扩大资本支出 台积电往全世界去投资 它都是受贿者 尤其股价 从280跌到剩下七十几块钱 当然找这种钩票嘛 获利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联电 扩大投资 卖向全世界 它都是受贿者 吃你不买 你不买这种你买多少 所以投资是个概念 投资是个观念 观念对了 你的动作就对了 你如果一直只是 一直在看强势股 大家说这支涨停那支涨停 有今天没明天 对不对 今天涨停不见得明天就一定会再继续涨 你看冬哥 冬哥游艇 哦 年轻很强的 啊 年轻后的 年车两个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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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 你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 你才有办法长长久久的经营 滑锦店 60% 65% 我也没见到你那支关 再找底部的股票 环球金 价利金 都对你们说啊 该买的时候 都跟大家提醒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 很多人说啊 这是空头的双行 空头多头是一瞬间 在时间周期到的时候 空多是一瞬间 第三十二天提醒你完之后 两三个天 我都一直跟大家介绍这个时间周期 而且跟大家讲 未来三年全球最重要的焦点 环球金扮演的材料的供应 我们四百三四块钱 环球金已经穷了 今天环球金已经来到五百五十元了 最后来到昨天是五百四十七 四百三十十五百五百四十七 多久 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对 大概两个礼拜时间 一百一十元 一百一十元 你有买吗 我连时间都算准给你看了 你有买吗 有买 你就开心啊 随时买 随便买 随时买 随便买 都贪钱啊 起来吃来 又堆就没意义啊 对 到这里来放弃了 放弃了 又来找第二部的股票 又定开始 有的就破了 联发科今天也创新高 对 今天联发科涨了四块钱 下午法说会 法说会要说什么 我没看到 等我看到之后 再来跟大家分享 联发科也是 MACD反转讯号出现 第一时间就跟大家谈了 对 三十分的MACD备离一串 六百二十块钱就开始在你拿钱了 你看现在已经七百五十四块了 我不知道你有买吗 可能这种高价股大家可能投入意愿 可能会考虑一下 资金部位比较大的 可能会比较喜欢 那资金部位没有那么雄厚的 可能就比较会犹豫 没关系 相同的情况 相同的讯号 有些是低价 有些是中价位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就不要犹豫 赶快买就对 联发科等法说会 发布完之后 我再跟大家谈 发布的情况跟内容 哪些股票底部刚刚开始涨的 这支 获利创新高 大半期三千点 他还在的底部 两百亿跌到一百二 几乎是腰斩 又是一档底部的起涨股 到时候只要一发动 你要赚三十趴 你就赚得到 银行企业跟他一起说 这支 一百四十四 半至八十几块 获利创利时 新高十四块 并比到六倍而已 我知道你们担心指数 涨了一千五百点 会不会有风险 这种股票就没风险嘛 对不对 中国就没风险嘛 企业就有风险嘛 如果你能够掌握 没有风险的股票 你就可以放心的投资 你就抱的安心嘛 不会抱着股票看到航行跌 暗中就躺不下去 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嘛 对不对 所以常常有这种股票 你就放心会 我银行企业跟他一起说 这支也是啊 刚冲出去而已 刚冲出去 这支有人可能摇得到 今天你有趴得回来 打下来 好 要求快落求 精彩在后头 外资最近天天都在买这支股票 银行企业来跟你说 所以礼拜天下午演讲听完之后 礼拜开始跟着赶快买 开始跟着赶快 包含这支 获利创历史新高 大半去三千点 都没有去 现在刚开始 因为整个时间周期 都刚刚好 所以行情是轮流的嘛 先涨的先结束 后涨的后开始嘛 所以去管的卖堆 找赶快开始的 钱也洗下来 尤其人底部的企业股 获利创历史新高 我的操作就是这样 业绩烂的 投机的 我没给你 我只看赚大钱的股票 上市贵一千七百多家 EPS三块钱以上的 最起码也有六七百家嘛 对不对 你从这六七百家 获利稳定 获利成长的 下去慢慢挑 一档一档在底部的 涨高的 不要了 行情都是会起的路 会起的路 你看大力光涨到六千 不也是跌回到两千 是不是 联发科 之前涨到六百 也不也是一度跌到剩两百 那现在又来到七八百 所以行情 逆着后败 行情都会起的路 业绩没问题 持续成长 股价经过调整低了 咱就来Q嘛 所以养成长的一个规律性 找持续成长 获利的公司 让它股价跌升之后 咱一支一支慢慢来Q 这个就是长期投资 获利的保障嘛 像这 获利创新高 对部刚才开始的 咱演讲会上再来讲 演讲会长再来讲 你看8081的自新 一直买一直买 对一百十七块一直买 这个你们都知道啊 你们都知道啊 我一开始讲的时候 三百 漏到春 一百十五 一百十二 我们买一百十七的 今天自新已经多少了 今天创新高一百六十九 一六九点五 一百一十七涨到一六九点五 买五十五 买五十八呢 对啊 老师你这么厉害破掉 破三五个你又破 会贪钱 不然你加了 破的 以后你越贪越多 干嘛不报 想赚大钱你要敢 你要敢报股票 你不敢报股票 赚不了大钱了 赚不了大钱了 南电 肩回党 肩跌了九块半 因为又有外资 看南电一起来 又浇人水 降目标 都是这样啦 外资没有把你们给吓到不敢买 你们会跟他抢 对不对 一直在你们走到你不敢买 他才能够放心一路买 台积电如此 连电如此 连发科如此 哪一档不是这样子的 一直降平等 一直降平等 走到你股票扑不了 然后警戒他就开始一路大买了 对南电 我们今年已经二百二十五欧买 咱已经起到二百七十四块 外资间又泼冷水 泼冷水好啊 有外资 几块可以扣 一年探三十块的公司 去年获利能够翻倍的 人家第二季开始就跳水了 他获利还一路创高翻倍的 股价本一笔连十倍都不到 南电几块小孩可以扣 这些底部刚好起涨的股票 还有几档 我没那个时间大家都说 大家都说完之后 你要来听节目 就不用来听演讲了 因为每天节目时间二十几分钟 我也没有办法畅所欲言 那演讲有两个小时时间 你给我两个小时时间 我把接下来要大涨的 今年最热门的成长股 跟大家做全面的分享 很重要的一场讲座 礼拜天下午台北厂 二月底部的起涨股 报名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